後來鄉親這個新聞 頭起先來關心 又是詐騙集團 中華一名創新民眾 接著詐騙集團卡電話 他說他們的兒子是欠他們80萬 要他們帶他兒子來行錢 這民眾接著電話後說很害怕 他們處是冠軍走去銀行來領錢 好在銀行行員基金報案 警方也賺到最方便 在搞熟悉的時候 台北這個詐騙請 後來說知道原來創新男主的兒子 是去看電影 這個電話關機才會找到沒有人 銀行感激去騙到創新男主 來銀行領錢的衛兵 銀行人員也感受到創新男主的金長卡不安 因為他來你就覺得他眼神有點慌張 我就覺得有點緊張 可是他在看又稍微有點 會去注意旁邊 好像覺得說旁邊是有人在跟蹤還是什麼 對 比較緊張 警方表示 創新男主這條電話 對香港好心向地下真正照鏡無形 要拿錢放人 如果沒有就要準備替小孩休息 他跟小孩比較好心的電話 小孩算一直都沒接 創新男主煩惱小孩的安危 去看電影手機關機 所以那個被害人當時一直聯絡不到他兒子 然後所以那個才新增惶恐 我以為是真的 領了八十萬 那當時已經被得手了 那另外 那後來再去集團又指示他 因為還有利息錢 然後指示他到彰化市的華南銀行 然後 把他戶頭裡面的五十五萬 領出來 然後當作利息 利息來償還 警方不要好 順利台報照片集團的車手 這個時候 創新男主的小孩也開電話 才知道 因為是去看電影才沒接 而且電影他就在小孩旁邊 大傳的新聞是梁中華 蔡宏博德